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隨著港區國安法在香港正式落實 加拿大政府推出了三項新的相應措施來應對 分別是放寬移民政策 停止軍需品出口到香港 以及暫停加港之間的引渡條約 首先我們看看 到底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是怎樣說的 杜魯多說 正在研究 就著香港的情況採取額外措施 包括放寬移民政策 但他未有提供相關細節 不過有加拿大媒體披露 說當地政府正在考慮為香港人引入青年人才計劃 報導提及到 說有部分示威人士是18至23歲的大學生 這班人在97年7月1日才出生 就無權申請BNO護照 並且不會被英國政府的相關計劃 涵蓋得到 故此 青年人才計劃的申請人資格 可能會限定在18至35歲之間 而加拿大政府便會根據積分制度 對於年齡介乎在18至23歲之間 曾經參與過香港民主運動 擁有大學學位或正在大學就讀的青年人 是給予優先考慮的 報導還提及到 當這班青年人 將來去到加拿大大學進行學習的時候 他們將會獲得允許工作 並且會受惠於學生貸款計劃 即是說 較早前英國公布的BNO計劃 有個漏洞 97年7月1日之後出生 而且已經連滿18歲的那班年齡子女 即是18至23歲的年齡層 本來無法涵蓋 現在將會由加拿大政府補充這個漏洞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逃生門的機會 當然 到底是去或留 就是自行來決定 但是當這裏逃生門打開了的時候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 認真和作出充分的考慮 因為機會是不常有的 一般來說 如果要申請移民 或者就算去到外國就讀也好 始終來說 門檻肯定比較上會高一些 條件肯定會苛刻一些 現在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細心思考一下才行 當然 加拿大政府現在這一趟的計劃 暫時就是媒體披露 實際上的操作是怎樣 始終都要等到政策文本出台才會知道 只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 就是加拿大政府這一趟的計劃 能夠容納香港人的名額 肯定是五眼聯盟國家當中最少的一個 當然不算紐西蘭 因為他們暫時沒有公佈相關的計劃 因為這次這一趟的計劃 說明是限定18至35歲 而且是優先考慮18至23歲的青年 若然不是這個年齡層的朋友 可能是要看看其他國家的計劃 但是面對著去還是留 到底是應該怎樣抉擇呢 我又分享一下歷史的故事 在清末的時候 大家都聽過 募率六君子之一就是譚志彤 他在獄中曾經說過這番說話 他說 不有行者無以徒將來 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這個意思是怎樣 即是說 如果沒有徒命的人 為新的大業就無以為繼 如果沒有留下的人 光緒皇帝的恩情就無以為報 另外他在獄中也寫過一首詩 《望門頭子思張劍》 《忍死衰如代道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倫》 這首詩是怎樣解釋呢 什麼叫做《望門頭子思張劍》 《望門頭子》是說 當一個人要到處投宿 其實是隱喻要去投亡的時候 想起東漢一個人叫張劍 張劍有什麼特別呢 他正正就是在當時 彈劾一個宦官的喉嵐 後來就追到追殺了 追殺的時候 他就要到處逃跑了 每當他去客棧投宿的時候 或者去民居投宿的時候 人們都爭相來歡迎他 因為知道這個人是有風骨的 史大夫 《忍死衰如代道根》 《道根》又何許人呢 他又是東漢的人 就是安帝連姦的人 曾經勸諭過太后 叫他不要再臨朝聽證 不要再干預政務 於是觸怒了太后 怎麼會肯放權給你才行 太后就命令那些人 將他摔死 即是將他扔死 但是執行那些人 手下留情 沒有死 後來這個道根 就是到處來忍生 等到太后死了之後 他就正式復出 做回官員 至於我自橫都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我自橫都向天笑 就是不用說了 因為譚慈彤 他就是準備要慷慨就義 至於去留肝膽兩崑崙 去的是誰呢 就是講康有為 留的就是譚慈彤 譚慈彤其實就是沒有怪到康有為 他都認為起碼要有些人 是離開了 才可以使到他的所謂 衛生的大業可以持續下去 什麼叫做去留肝膽兩崑崙呢 即是說 無論是選擇離開也好 選擇留下也好 他們都是 忠肝義膽 肝膽相照 光明磊落 就好像崑崙山一樣偉大 這個就是去留肝膽兩崑崙 所以這句話 應用到今時今日 也是適合的 無論是怎樣的決策也好 每一個人的決定 都值得應該去尊重 就不用批評人家 這個離開了 那個留下 或者怎樣 沒有需要的 因為每個人 就是為自己的前途 來負責 每個人為自己的決定 來負責 就是這麼多 再講回加拿大的情況 另外還有兩項措施 加拿大外長 湘彭菲發了聲明 他說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是秘密進行的 沒有經過香港的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 或者是香港人民的參與 故此 他就宣布 說加拿大從即日開始 就會停止向香港 出口敏感的軍事物品 而且還會暫停 加拿大和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 加拿大是首個國家 決定作出這項措施 我相信 隨著事態發展 其他國家應該都會有相應的考慮 不排除其他國家都會暫停這項的安排 為什麼呢? 因為國安法說明了 原來香港永久性居民去到外地 都可以干犯國安法 因為涵蓋範圍是去到全球 而且又不僅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算是非香港居民 在非香港地區作出某些行為 是干犯國安法的話 他都可以控告你 故此涵蓋範圍是全地球 可以說是無怨忽界 就算去到天涯海角 都可以緝拿歸岸 當然那些執法人員 只能在香港境內進行執法 去到外地就不行 故此 有幾個國家已經更新了他們的旅遊警示 就告訴他們的國民 如果你們選擇 要經過香港轉機的話 就要小心 因為實施了港區國安法以後 那些外國政府就會擔心 他們的公民經香港轉機的時候 會不會是以涉嫌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而遭到逮捕呢? 這件事是很難說的 而且台灣方面 亦都是對台灣人作出了建議 就說直接不要經香港轉機 故此大家可以看到 當疫情就算是退卻以後 香港的旅遊業 尤其是商務的旅客 以及轉機的旅客 可能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潛在打擊 也不一定的 比如說那些商務旅客 以往可能會直接來到香港談生意 現在呢 如果他擔心來到香港 不知道有什麼情況的時候 那別搞了 反正現在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期間 如果要促進這些所謂商務活動 都是經過視像會議的 可能他索性不來了 又比如說那些轉機的旅客 如果他出於擔心的情緒 可能他又不選香港機場轉 他有很多航點可以轉 新加坡的機場又可以 杜拜的機場又可以 轉去哪裡都可以 這兩個地方 所以可能轉機的旅客又減少了 故此對於商務旅遊 和航空業來說 能不能夠回復疫情之前 都成為一個疑問 好了 到底中國的反應是怎樣 對於加拿大來說 就未曾作出反應 只不過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2號的時候曾經說過 說奉勸澳洲政府 要正確客觀看待香港的國安法 立即停止借所謂香港的問題 干涉中國內政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到底澳洲放寬對香港人的收容 是怎樣去干涉中國內政呢 實際上移民政策和出入境政策 就是每個主權國家的主權範圍 他喜歡全放寬 讓所有香港人入境都沒有問題 真是想不明白 到底澳洲自己調整國內的移民政策 是怎樣干涉得到中國內政呢 那麼喜歡干涉 不如干涉那些貪官好過吧 那些貪官有多少家屬 他拿了外國護照 不要麻鷹就不管管雞仔 那些市民喜歡移到哪裏 就由他移到 李峰會離開嗎 既然說到香港有這麼多愛國愛港人士 照計留下的會佔絕大多數 只有極少數人士才會離開 你有些自信才行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